第一次去露營 我不知道新手有沒有經驗是差很遠 好像你們又漏了營骨那樣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去露營 都是很貧臨的 又在香港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過會下雨 完全沒有想過這件事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次去露營 差不多入黑才搭營 很闖絕地搭了 誰知道 到凌晨的時候就下雨了 但其實我已經有一塊所謂的防水的布 但不知為何我手多 因為我睡不著 因為第一次露營 我覺得好像很恐怖 旁邊的人又睡著了 然後我多手就碰一下那個營頂 我碰完它之後 它就滴水了 然後它不斷滴水入營裡 然後我就覺得 糟了怎麼辦 然後我旁邊的朋友睡著了 我又不好意思吵醒它 然後我整晚就自己熟了這個角落 吵醒它 因為水是這樣滴下來 就是實縮一角 是的 然後我就是這樣度過了一夜 所以我第一次露營經驗 我又不覺得是十分不好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第一次是這樣的 你怎麼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很準備充足 那時候我們就沒有準備充足 但對於Mark 你來說 你始終帶著老婆 那時候結婚了嗎?去塔門那次 還沒結婚 那都是女朋友 那你都會覺得 你都一定不可以有什麼甩漏 令到那個女生對你減分 還沒結婚了 還沒結婚 我怎麼知道是否一定跟你在一起 那這些很扣分的 為什麼你不準備充足呢? 那我會選去外國去Honey Moon露營 其中一件事 就是和這個塔門事件有些關係 那時候 就是我和Yvonne的第三次去露營 那我剛才也說了一些 就是去到的時候 我發覺露營有很多配件 剛剛生手的時候就不太熟 那我看到家裡所有的露營用品 都撿出來 那我發覺一個螢幕 除了有它那副的骨之外 那副架之外 還有一個外障 一個內障 那我發覺 撿一下撿一下的時候 就發覺 那個背囊撿不完 於是將東西撿出來 重組它 撿一下撿一下的時候 就撿漏了蚊帳 於是發覺去到露營的時候 只有那個外障 只有一個殼在那裡 於是裡面 就沒有遮掩的 那些蟻可以在下面走 走去 那去完一次之後 就發覺有些改觀 因為我最初去到弊家火 不記得裡面那個內障 那被人罵就一定了 但是 Yvonne會不會睡得著呢 那個一砌完所有的東西之後 五分鐘之後 我突然把所有的煩惱都打燒了 因為呢 我從來沒有估計過 原來Yvonne 我女朋友 是在這個野外 可以這麼快睡得著的 我將所有的東西 設定好之後 對不起我真的忘記了 戴這個內障 五分鐘之後 她已經睡到腳腳腥 然後在旁邊的時候 我滾了成兩個小時 我記得 因為整晚我都睡不著 因為附近我看到 那些郊外的地方 香港呢 很多很小隻 那些小品種的 德國種的小牆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那我就在床邊那裡 那我已經用了我自己的所有辦法 要扒門是不是 扒門很多的 扒門很多的 好可怕 那我解決方法怎樣呢 那今晚十遍蜂蜂蜜 給一些蚊針 那於是 我將蚊蚊水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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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噴了之後 連頭髮我都噴了 噴了之後呢 在那裡睡覺 那麼五分鐘之後 我看到她睡了 但是我整晚在那裡做什麼呢 我兩個小時都睡不著呢 都未睡到 在我旁邊數一下我床邊 我枕頭旁邊 一隻小強 兩隻小強 傻子 傻子 真的因為我本身 我小時候 被朋友拿著蚊子嚇過 所以我第一個印象 對那些小強 就是恐懼感 然後才知道 蚊子不用怕 Ewan就不太怕 那去到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 他五分鐘可以睡得著 所以 原來第三課 他已經去到這個高級班 五分鐘可以睡得著 所以我覺得 他去到外國露營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真的沒有問題 為什麼 那麼多小強都睡得著 但去露營 真的有一件事 是你 令你執生能力 是 成長得很快的 因為你每一次都 總是有一些差遲 有些事沒有想到 等於阿青 我真的沒有想過 會有下雨的可能性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沒有想過 有很多蟲 沒有想過很多蚊 有很多事情 想不起來的時候 你下次 或者你真的沒有戴 那我有什麼辦法 可以替代呢 有什麼辦法 可以 沒有這件事 我找另一些東西去替代 做到同樣的效果 那另一樣 當然 在裝備上 每一次去完之後 其實露營 都是一個令人沉迷的地方 每一次你很想再走 一些露營店 買一些裝備 每次買一張椅子 買一張漂亮一點的燈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買 那我昨天 上去尖沙咀一間店 我不知道你的露營的風格是怎樣 我呢 就盡可能是輕便 齊全 但是又要 齊全的時候 輕便 我又節省 因為我會節省的 那可能我就會找一些 譬如航空公司 你吃飛機餐 那有時現在飛機餐的刀 那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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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是放的 那我會收起它 然後呢 下次露營拿出來 當然收起來 越來越太多了 我想 招待十個人去露營 我都用得了 但是有些人 他會買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我昨天去尖沙咀 就見到一間店 買的東西 哇 哇 我真的想問 哪些人會買這些露營呢 原來那些叫做 Glamping 那它簡直會有一些 產品 你知道燒那些氣罐 你要點火 你要製造一個氣罐 那些氣罐 那些氣罐有一個皮套 套著那個罐 那你覺得OK 你需不需要這麼華麗呢 那些皮套 那我其中的朋友 懷疑這一件貨品 究竟它的實際需要性 那些人 其實這個皮套有什麼作用 他們都說 沒有的 好似 好似 暖著那些氣罐 讓它不要那麼冷 那些氣罐就會發揮好些 之類 但是你覺得 有多冷呢 或者會賣一些 Glamping的產品 可能那隻碟是鋁的 而且是很厚的 或者會有Expresso 咖啡杯 那些碟子 我都會想 其實露營 尤其是香港 有一件事不太實際 有很多外國露營產品 你見到 可能很漂亮 或者你給得起錢也好 問題是香港 大部分的露營營地 你都要背著東西走進去 你就不開到車的 你開到車去到的話 可能是那些 北潭中的路邊那些 你又不太想去 因為那些沒有什麼風景 又不漂亮 那你真的背得上身的話 你真的要很實際去露營 你真的要輕 你又要齊全 你可以細健 代得完的背囊 那香港賣這些Glamping的產品 我覺得有一點不切實際 但是又不知道 就是Mark 你那種露營 會不會都是 你買一些很漂亮的 過千元的油燈 哇 要買過千元的油燈 你是哪種風格的呢 我自己本身 我都是喜歡一些輕的 因為香港比較特別的 香港去露營的地方 通常有海景 很漂亮 有些景觀的地方 大部分都不在馬路旁邊 跟外國有一點點不同 外國其實這個世界 大部分人去露營 都真的開車去 因為他們比較 在外國有車比較方便 所以他們會去露營的東西 基本上很多時候 將家裡的設備 將家裡的平底鍋 都拿去露營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拿個籃子 將食物的麵包 全部放進去 這樣已經可以去得到 把人家裡看開電視的一張 但是香港你就不可以這樣做 香港呢 美麗的地方 比如我比較喜歡去的地方 比如西貢浪騎 可能就算你乘車去到 都可能要走回 半個小時 20分鐘 最少都要這樣 才能見到一個美麗的海景 所以香港主流的露營方式 跟我自己一樣 都是比較輕的 可以放得到到背囊裡面 比如那些杯碟又小一點 可能有些是鋁造 或者是泰造 甚至乎一些床 外國他們很方便的 我見過人家 將家裡 將King size的雙人床 塞進去Van仔那裡 這樣就載到露營的地方 然後放下床 鋪到很美麗 一個大的蒙古包 即是剛才 那些很美麗的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其實外國 以重裝那一類為主 反而香港無人化 你沒有可能 把King size的床 去到沙灘那裡 所以香港就會一些 主要就是一些行山的用品 就會比較輕量化一些 跟外國主流有些少不同 反而剛才機師說的那樣東西 那個皮套 它大部分的功能都真的是裝飾的 真的去到鋁 它有少少作用的 就是因為 如果你真的有時候 你點那些氣罐 你發覺 它去到10度以下 那些氣是出得比較慢些的 因為你會發覺上面有少少少的水珠 因為它的熱量 一直把那些熱力輸出去上面 燃燒的時候 下面會冷 那你摩托管 其實好像汽水罐那樣 冷冷地 它就是包著 讓它沒有那麼冷 但是都是從裝飾為主 真的去到你要揹上背囊的時候 這些裝飾品 你都會嫌它重 那都會不會 但是我看有些朋友 會積積衣服的 更有趣 他們會自己積一個很有趣的毛肚套 然後就被它套住那個氣罐 但是呢 這次你去澳紐 去日本 你開車露營的時候 就可以Glamp一點 4點回來之後 再跟我們說 怎樣Glamp